Kims, Yuki會趕到去哪裡? 我來遲了, 所以見不到他 不是這麼快走嗎? 究竟發生什麼事? Yuki很可能是殺Gina B的兇手下一個目標 不是吧? Yuki的鞋子 真是Yuki的 波禄真的被人抓了, 該怎麼辦? 知道Yuki的手機用哪個網絡嗎? 再打 領袍, 查一下他的供應箱 看看他的信號在哪個區發射 收到 查得連蚊子都睡了, 叫上台報警 現在叫上台沒用的 那些手機都不知道去哪裡找 對, Sir, 查到Yuki的手機訊號在西貢區 但是整個西貢區這麼大 本來知道他的掌鞋位置 給我叫上台, 我要叫他們多出警車 射曬曬, 在西貢周圍繞一下 找找海源的地方 總之我要把整個西貢區翻譯 就算救不了他 也希望能嚇走變態老, 救翻譯 是, Sir 是的, 您可以吧 對, 你說得不? 剛才所說, 請問他 好, 會叫我嗎? 對, 差不多 我們是警察 阿閃 你們兩個到處看看 那個人應該走很久了 是, Sir 阿閃, 叫白車和鑑證過來 是, Sir 你不用怕 你可否告訴我, 你有沒有看見他的樣子 Yuki, 你冷靜點 你什麼都不肯說 我們很難遭到兇群的 Yuki 兇群的情緒都說不定 阿閃, 我們過一會兒再幫他下口供 鑑證慢火的響現場圖 找不到任何線索 連一個指紋都沒有留下來 你們這邊怎麼樣? 現身報告說 受害者曾經被粗暴性侵犯過 但是兇徒沒有在受害者身上 留下任何開證明到他身分的東西 我和Yuki下了一份初步的口供 他說當時有盞燈射著他 而且隱約看到一個戴著頭肚的男人 侵犯他 而這個男人多次是拿著一部單鏡反光機 拍下整個侵犯的過程 通常疑犯會在現場 或者受害人身上留下精益 但這次這個犯犯非常謹慎 連寫小證據也不肯留下 這次一點線索都沒有, 怎麼查 爸爸, Yuki在哪裡? 你為什麼會來? Yuki是我學學師姐 我收到她的電話之後 知道她出事, 她現在怎麼樣? 你走… 你別這樣 你走, 我不想見到你 別這樣, 聽我說 看著我不會放棄你, 我不會離開你 你別這樣, 我很擔心你 你怎麼會見的? Yuki, Yuki, 是我 她現在正在這麼激動 你說什麼她都會突然入圍 不如你先出去吧 我們在這裡不熟悉的 她看著自己很骯髒 我不想見男朋友, 不想見任何人 為甚麼你不讓我死了 被告強姦罪名不成立, 當庭釋放 鑿燒 我又死了… 鑿燒 你不要人性的, 士兵不分 你怎麼做律師的人渣 幹甚麼?很想打我嗎? 我告到你負責了 來吧, 告我, 來吧 你受傷了, 快點來 我女兒知道那個混亂釋釋放 現在說要跳樓 來吧 Yuki, 你千萬不要做傻事 一定要撐下去, 知道嗎? 如果你任何人都不想見的話 可以過來我家裡住住 Yuki, 如果你要子傘 最開心的是那個壞人 不要因為人家的錯 不過要懲罰自己, 知道嗎? 沒理由被那些壞人在這裡逍遙法外 我爸爸是警察 一定可以捉到那個壞人, 是嗎? 是, 我一定會抓到他 Yuki, 怎麼樣? 你老婆陪著她 現在情緒平靠很多了 剛才睡著 那女兒呢? 當然不開心 畢竟我倆都是好朋友 發生這種事 我剛才載你們來的時候 女兒也很激動, 我挺擔心她 你不用擔心 朗朗這人也挺成熟, 她不會有事 畢竟她倆更小, 空而想起一旁 你幫我穿緊她們吧 我會的 對了, 這案子有沒有什麼頭緒? 是嗎? 暫時的進資不是很大 希望你快點害得到那個犯人 我真的不想其他女孩像Yuki那樣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浪浪身上 我真的不敢想像 不要說壞事, 一定是那群強姦犯 一定是那群壞人 我就很想一槍打死他們 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壞人 以前是這樣, 現在又是這樣 以前的事, 別再想想了 那倒是 對嘛, 就算我把她拉回來, 這樣又怎麼樣 到最後還是告她不入, 先讓她打官 就是那些懂得走法律難聽 害得她坐了十五年的冤獄 無論有什麼方法都好 那些人的詐我一定不會放過 阿昇, 冷靜點, 別這麼衝動 我知道…我知道你很討厭那些人 不過你答應我,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千萬不要像以前那樣 這麼衝動再做錯事 黃明鏡, 我知道怎麼做 這四個洞應該是搭帳幕的時候 留下的四個釘洞 我記得了 上次發現Gina B的屍體 附近也有這些洞 這就是兇手慣常用的手法 兇手會在鬧市裡找捏物 找到之後吊著它 然後一有機會 就用哥羅芳之類的東西弄運他們 然後放他們上車 駛來這些僻靜的地方 再搭起帳幕 拍下整個強姦的過程 接著就把受害者殺害 這個人真的很變態 他要在鬧市裡 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女生迷運 這個人應該很冷靜 而且出手很快 所以他一定有個大車 或者車子去發案 那什麼人最有嫌疑? 你嘗試從兇手犯案的特徵那裡想想 兇手每一次犯案都會佈置現場 我想他對美感很有執著 兇手在拍攝強姦的過程的時候 他是有打燈的 即是兇手對於拍攝是有一定的認識 還有,他每次下手的對象都是Lammo 還要之前在工作室拍過照 我想最大嫌疑的人就是… 就是工作室裡的人 有進步,馬上通知所有人 去兩個Lammo拍過照的工作室 全都起了所有員工的底 是, Sir 老柴已經檢查過工作室的背景 除了有監視之外,沒有人有案底 所以上面的人應該不會有可疑 這麼快就說沒有可疑? 因為一般連環奸殺案的犯罪 他們有前科 但上面的人連非禮也沒有犯罪 應該不會一下子跳到去奸殺這麼厲害 案例只是讓我們參考的 其實罪犯犯案未必只有一個無聲 那是怎樣?Stone Sir 整群人當中,你說誰最無可疑? Franchi有一個攝影師 為什麼? 他有這麼多女兒黏在身上 他就全部拒絕了 還有人說他是假的 如果這個只是燕窩呢? 不是 假設他不是假的,性無能又如何? 他是性無能 我的意思是 Franchi可能需要某種特定的情況之下 才有性興奮 我懷疑Franchi小時候被人虐待過 導致性無能 他需要某種的刺激 才會對女人產生辱領 他為了要掩飾他這個缺陷 所以他平時 絕對不會跟兒性發生性關係 Stone Sir,你叫我想得不要太抱手 但也不會這麼扭曲吧? 一個變態連環奸殺犯 會有多正常 Stone Sir,我們不是找Franchi嗎? 為什麼來這裡? 你先上去,我突然肚痛了 上去廁所,待會見 好的 謝謝 你現在看的是TVB USA官方頻道 想看更多TVB精彩的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下面的小鐘 訂閱吧